收看這次新聞報導 國家主席江澤民和總理朱鎔基都表示支持行政長官董建華連任 不過江澤民被記者問到是否因點董建華做第二任特首事 就顯得好不滿,說記者的問題無知 張寶華在北京報導 董建華述職行程的最後一個安排是與國家主席江澤民會面 主席江澤民是否支持董建華連任 起初氣氛都更輕鬆 江澤民覺得董建華連任好不好 好啊 中央也支持他嗎 好啊 不過當作追問北京的領導人在這個時候高調表態 會不會引起外界誤會是已經陰點董建華 張澤民就變得激動 現在呢那麼早了你們就是說支持董先生呢 為不為電影的警覺就是內定呢是硬點呢董先生呢 沒有任何理事 按照香港的 按照他什麼麻 按照權力的麻 去上去 但是你們想說 張海洋王武啊 我可以回那邊去 你可有風光 你可嗎 你可嗎 但是我講得下 我講我意思不是我今夜啊 我談得下 接著 我兩個人 說真的 大国家我没去过,美企他们,你们也知道,美国的华莱斯,我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我给他谭向红真,他说美企啊,你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自受罪名。 我给你们做集啊,真的,你们进,我以为偏进,你们有一个好, 全世界跑到什么地方,你们被其他地方积软,跑得还好。 但是呢,问来问去的问题啊,都too simple。 身材是穿衣服,懂了没有? 你这样就协力战斗了。 我很抱歉,我今天是做一个战者,给你们战斗,我不是行为工作者。 但是我见得太多了,我有这个必要,告诉你们一点,人是你的经验。 他强调,中央政府支持特区政府的行政长官是很正常。 他从来没有意思阴点任何人,他批评是传媒乱造新闻。 中央一句话叫闷声大罢财,我就说话就不清楚了,就是最好的。 但是我想我见到你们这样热情啊,一句话不说也不好。 所以你感情你一定要,在宣传上将来,如果你们报道上有偏托,你们要顾着。 我没有说要轻定,没有任何这个意思。 但是你一定要得到要问我,你总学来支持不支持。 我们不支持他,他现在当特首,我们怎么都不支持,他说。 这是我说的。 你也能要按照香港的法律啊,对不对? 要按照香港的,当然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 香港特别行的就是属于人民共和的中央人民政府。 都都是我们会表态的。 但是呢? 你们啊,不要想起婚。 那个大学位啊,现在已经清丁了,就把我提派一办。 是你们啊? 那一。 那一。 还有不够两年时间,就是第二任行政上官选举。 北京领导人的态度,和董建华是不是有意思作熟连任,一直是市民关注的问题。 所以,董建华今次到北京述职,这个问题就自然成为了传媒追访的标点。 九星期记者,张宝华是北京报道。